现在这个世界有灾难 佛在大小尘尖教里头都教给我们 智行一处无私不办 这一句话被现在的量子力学家肯定了 根据他们的研究 人的意念能量非常强大 这个意念越集中能量越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轨道 有这么大的力量 地球上这些灾难 我们意念能够集中 就由能量把这些灾难化解 科学家还提出了数据 要向全世界的人通通回头 这个做不到 要多少人回头可以做到呢 现在地球上人口大概是70亿 以70亿为标准 大约8000人就可以了 按照人口总数 百分之一点平方根 8000多人 有8000多人真正灰心 真正一教风险 就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 理论上讲没有问题 思想上讲 问题很难 为什么 这8000人真正懂佛法吗 真正相信佛法吗 如果不能够深入 这一部无量寿经 你的心定不下来 对于这部经 不但是理解 请梁大师给我们讲的 信 结 心 真 相信无量寿经 理解无量寿经 依照无量寿经的修行 其入弥陀境界 这是真 这样的人才管用啊 那要以这个标准去找8000人 哎呀 恐怕比登天很难啊 我们对四十真相明白 不得一二求其四 啊 发起 大家念佛 把念佛功德回想 人数越多越好 啊 科学家告诉我们 知道意念能量这么大 如何去应用这个意念 发挥这个意念 他告诉我们 我们每天有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呢 时间太长了 半个小时里放下万元 什么都不要想 啊 专详一桩思绪 每一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持续一个月 就是三十天 不间断 就心想死沉 我们就用科学家这个建议 啊 每一天我们用一个小时 啊 念一个小时福 这一个小时当中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拜阿弥陀佛 啊 我们礼拜 把这个功德回想 祈求化解地球的灾难 啊 恢复 世界社会的和谐 啊 求佛菩萨加持 就这一个念头 除这个之外 没有咋念 啊 如果 有人 人数越多越好 虽然在不同的地方 没关系 我们都住在这个地球上 啊 真正置信一处 会有效果 啊 灾难纵然不能完全化解 会大幅度的 会大幅度的减轻 会大幅度的减轻 化解的道理 完全看我们 我们置信一处啊 就是心里的集中到什么程度 这个集中是佛法里被讲的禅定 禅定功夫的浅身 就是它集中的程度 啊 大师志菩萨教给我们 都是六根 就是禅定 啊 集中这个点越小 能量就越高 啊 我们今天的心 完全是散乱性 啊 像光四面八方 都照 啊 所以它是散乱 能把这个光集中 变成了极光 啊 散乱 连一张纸都不能透过 都产生障碍 集中 连钢板都可以穿过 啊 所以置信一处啊 这个道理很深啊 佛说的很多啊 常常讲啊 提醒我们 啊 真正置信一处就生智慧了 它不会生烦恼啊 置信一处是真心的 六座慧能大师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啊 本无动摇 就是直信一处 啊 真心是进的 是不动的 啊 敏 佛 佛 阿 敏 佛 佛 阿 敏 佛 麽 善 阿 敏 佛 好